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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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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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在米兰的第二天 那我们明天中午就会出发去佛罗伦斯 在米兰大概一整天 我们一大早就先去售标亭那边的买票 进去看米兰大教堂 我们的确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因为米兰大教堂那时候完全没有半个人 我们是第一个走进去 第一个上去那个屋顶的 然后整个人非常少 所以呢 逛起来非常的舒服 也很有品质 那也真的非常值得 推荐大家去看米兰大教堂 非常推荐 但是呢 米兰这个城市哦 也很像巴黎这样 就是观光景点去看一看就好 那吃东西的话其实都蛮贵的 也蛮多都是就是观光客会去的餐厅 所以生活的话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让我喜欢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去逛米兰大教堂啊 或者是去看那些景点的话 嗯 还是可以来逛逛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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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